7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前几小时,沙特民用航空管理总局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宣布领空对所有合规民航开放。 由于沙特此前的禁非主要针对以色列,今天此举显然是为了向以色列开放其领空。 而因拜登在此后仅几小时从以色列飞抵沙特阿拉伯书写历史,沙特此举也被视为向美国示好。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发表声明,表示总统拜登欢迎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做出历史性决定,称其为拜登数月来与沙特阿拉伯坚持不懈的原则性外交的结果,并在他今天的访问中达到高潮。 由于巴以冲突等原因,中东多国与以色列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就没有建交,沙特也因此不允许以色列使用其领空。 不过,美国和以色列持续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终在2020年签署。 以色列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实现了外交正常化,并开通航班。 为了不阻挠其好友阿联酋的举动,沙特此前已允许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航班经过其领空。 美国CDC7月14日表示,自5月以来,多个州的卫生工作人员报告出现了腹肠孤病毒感染病例。 该病毒可至3个月以下新生儿和婴儿出现癫痫、脑膜炎和其他严重疾病。 这种病毒一般在夏季和秋季传播,通过打喷嚏、咳嗽、唾液和粪便传播。 康涅狄格州至少有一名新生儿感染后死亡。 由于没有系统的病毒监测,目前尚不清楚病例数量与往年的比较情况。 美国卫生专家们检查了重症幼儿的脊髓液后发现,白细胞已经消失或几乎消失。 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病毒的方法。 CDC建议让感染的婴儿住院治疗,以避免病毒传播到托儿所或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近日,加州司法部长对那些试图通过更换门锁、关闭水电或威胁租户等非法措施驱逐租户的房东发出了严厉警告。 擅自驱逐房客可能会导致房东被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现在加州有近150万租户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加州司法部表示,该部门已经收到多起房东在没有法院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试图驱逐房客的报告。 驱逐租客的唯一合法方式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等待法院命令执法部门进行驱逐。 7月14日,洛杉矶县从新冠社区传播中等水平上升到高水平,普遍的室内口罩令可能恢复。 当天,洛杉矶县再次报告了惊人的8535例新病例增加和14例新病例死亡。 目前,有1202人因感染新冠住院。 不仅如此,自冬季新冠激增以来,洛杉矶地区以新冠相关的日均死亡人数首次增加,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有14人死亡。 公共卫生部门表示,7天的病例率已增至每10万人370例。 洛杉矶县每10万人中有10.5人入院,比上个月的这个时候增加了88%。 如果洛杉矶县连续两周处于高社区传播水平,口罩规定将在7月29日恢复。 近日,北京一家顶级超市上价了1049元一斤的荔枝。 每颗荔枝约60元人民币,两天就卖光,准备补货。 有媒体报道称,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5-6个品种的荔枝,单价从59.9元一斤到699元一斤不等。 价格最高的冰粒一盒大约有17颗,每盒价格在700元左右。 不时有顾客选购。